对于植物表皮组织叙述和的正确 A选项 木栓形成层所分裂的木栓层 它的功能跟维管树一样吗 好 先跟大家讲 不论这个选项都不对 你要看题目在问什么 题目是在问表皮组织 又叫保护组织 好 所以它说 木栓层的功能跟维管树组织是一样 维管组织是负责运输的 又不是属于表皮组织 所以A选项一定有这样不对 好 我先把它打叉叉 出来哪呢 因为木栓层的功能就是保护 就是因为木栓层的功能是取代表皮来保护植物的基因 所以它才属于表皮组织啊 或叫保护组织 如果木栓层没有保护的功能 它是跟维管树组织一样 它就属于维管组织了 就不会属于题目所问的表皮组织了 所以A选要改成 木栓形成层 形成木栓层 木栓层取代表皮的保护功能 那木栓层属于保护组织 或叫表皮组织 它有功能是保护 所以功能不是跟维管组织一样 而是跟表皮组织一样 是保护用的 以上是A第二题的A选项 接下来看B选项 植物的上下表皮都可以特化形成保护细胞吗 叮咚叮咚 是的 有些植物就上表皮有保护细胞 也就是有气口 有些植物就下表皮有气口 有些植物上下表皮都有 有些植物是都没有 所以要看植物 可是以植物界来讲 上下表皮都有机位形成保护细胞 围出气口是对的 B是对的 实际选项 位于叶片表面的保护细胞 可不可以分辨角质层 可以分辨角质层 但角质层的成分不是糖 而是蜡质 因为它防止水分散失 所以它的成分是蜡 蜡是一种结构蛮复杂的脂质分子 是蜡才能防水 所以不是糖类 那么猪选项 根毛是表皮组织形成的 好 前面都对 错在后面 根毛吸收无脊炎 包含水分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我谁 鸡不见了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植物 植物是生产者 生产者不吸收有机物 我这要再强调 生产者如果需要有机物 透过无机物跟环境中的能量 转换成有机物就好 生产者不吸收有机物 吸收无机物 所以植物的营养物质 叫做无机盐跟水 这边说植物吸收有机养分 是错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广告说 我今天种这个芭辣 或种什么水果 我说牛奶在浇灌 但请注意植物不会吸收牛奶里面的有机物的 所以我们加牛奶是养细菌 把这土壤中的性产好 细菌好 它们无机物就会跟的变多 或者带群来变得更好 所以有时候土壤中加一些奇怪的有机物质 那是为了养别的东西 或者是这些有机物质被带进成无机物 植物才吸收 所以这里的主选项跟错误在于植物不吸收有机养分的 因为植物是生产者